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虎是十二生肖之一 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位 一天十二时辰中的银食 也就是凌晨三点到五点被分给了老虎 因为呀 这个时候的老虎最精神 瞧 大老虎穿着一身黑黄相间的外袍 额头上还有一个大大的王子 多威风 你想知道老虎是怎么当上生肖的吗 那个威风的王子又是怎么来的呢 看了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了 传说啊 最早最早的时候 老虎只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 没有这么一身了不起的本领 额头上也没有威风凛凛的王子 那时 老虎的个子虽然很高大 可是动作却很笨拙 有一次老虎出来捕猎 看到一只兔子 它赶紧四脚蹬地 想扑过去 可是它劲儿没使云 扑通摔了一跤 兔子吓了一跳 三蹿两跳 以柳烟跑掉了 最可气的是 那只小兔子到了远处 还回头瞧着老虎 胡子一翘一翘地 好像在笑它 老虎挺沮丧 心里正难受呢 噗哧 身后传来了轻轻的笑声 老虎扭头一看 这是谁呀 这么个小家伙 长得跟自己还挺像 老虎粗声粗气地问 你笑啥 那动物说 我看你空有力气却不会用 你愿不愿意跟我学本领 老虎大喜 点头说 我愿意 原来 这小动物就是猫 别看它个子小 本领可大着呢 老虎拜了猫做师傅 跟着猫学了一身的武艺 会抓 会扑 会跳 会咬 打这儿以后 老虎成了山林里的勇士 力气又大 本领又高 再跟别的动物打架 次次都是它赢 动物们就尊老虎为王 见了老虎都是恭恭敬敬的 老虎的名声越来越大 后来连天上的玉帝也听说了 就下旨传老虎上天来 要见见这个老虎 看它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 老虎上了天 玉帝就让自己手下的卫士跟老虎比试 连着比了好几场 老虎常常都打赢了 玉帝大喜 就封老虎做了自己天宫门口守卫的殿前卫士 谁知道 老虎上了天 地上的飞禽走兽没了兽王就乱起来 都不想老老实实待着了 一个个偷偷地往森林外的村子里跑 这下 森林附近的村子遭殃了 这些动物们今天跑来抓只鸡 明天跑来咬只羊 有些凶恶的动物还伤了人 人们给祸害得不轻 土地神也给闹得焦头烂额的 后来土地神一看 这么下去可不成啊 自己管不了 赶快求援吧 就上走天亭 请玉帝派一个勇猛的天将下来帮忙 玉帝想了想 决定派老虎下去 老虎就提了个要求 每剩一次就给他寄一功 玉帝满口答应 到了凡间 老虎一想 捣乱的动物这么多 我总不能一个一个去找吧 对了 先找几个最厉害带头捣乱的 把它们打败了 别的动物肯定就不敢再闹了 你说 老虎这个主意好不好 这主意真不错 老虎一打听 当时是狮子 熊 马这三种动物闹得最凶 它就找上门去 向这三种动物挑战 狮子有尖牙利爪 熊有大巴掌 马能用蹄子踢人 都挺厉害 可是 他们跟老虎一打起来呀 都不是老虎的对手 老虎勇猛无比 咬倒了狮子 打倒了熊 扑倒了马 这三个打了败仗的家伙 灰溜溜地跑进了森林里 其他的动物听说连狮子 熊 马都被打败了 都很害怕 老虎就把他们召集起来 告诉他们不准再做坏事 这些动物都乖乖地躲进森林里去了 人们知道了这个好消息 欢声雷动 纷纷感谢老虎为人世间立了大功 老虎完成任务 就要回天宫去 路上经过东海 发现那里有个乌龟精作怪 弄得洪水泛滥 大地一片汪洋 好多人的家被淹没了 只好爬到高高的山上去 老虎挺生气 就又和乌龟精大战一场 把他降服了 洪水退去后 人们又能回到地面生活了 大家都很感激老虎 老虎回到天上 玉帝知道了老虎做的事情 非常高兴 为了纪念老虎战胜狮子 熊 马的功劳 就在他的额头上刻下三条横线 算是系上三弓 还有 老虎降服乌龟精 这是主动做好事 更要表扬 得记一大功 再添一树吧 三横加一树 一个醒目的王子就出现在老虎的前额上 从这以后 老虎就是玉帝亲风的百兽之王了 玉帝怕地上没有兽王 百兽又做坏事 就让老虎下到凡间去 保护下界的平安 至于那些干了坏事的 得处罚呀 玉帝一想 狮子本来是生肖 现在不能让他当了 除名赶到南方去 把老虎补上 老虎就这么当了生肖 熊呢 罚他冬天冬眠 不能吃东西 饿了只能舔巴掌 马就被罚钉上马掌 给人拉车 驮东西 瞧 这就是老虎当生肖的故事 还有老虎额头上那个威风的王子的来历了 人们喜欢老虎的雄壮威猛 还给小孩子戴虎头帽 穿虎头鞋 期望老虎帮忙守护小朋友的平安呢 好了 老虎的故事好长 对不对 是不是觉得老虎很厉害 好的 那我们今天呢 要来画一个猛虎专题 不是拥猛的那个猛虎 是很可爱的这种 猛猛的这种老虎 好 我们需要准备呢 跟昨天的准备材料一样 我们需要有个盘子 跟你的这个纸差不多大的盘子 然后呢 我们要来画一个圆形 今天的这个作品呢 是需要画在这个圆盘里面的 看一下我的圆盘 好 我们现在画上一个圆形 可能一会儿呢 把它剪下来 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新年装饰画 把它先trace一下 你看我这盘子跟我的已经差不多跟我的这张纸 差不多刚刚好一样大了 好 你要是不能找到刚刚好一样大的呢 也不要找太小的 好不好 好 这个圆形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它先剪下来 因为剪下来之后呢 我们比较容易在这个圆圈里面 去把它的这个形态画出来 来 先来顺着我的这个边线来剪 画圆 我们已经画过好多次了 然后把它剪下来 细心一点剪啊 对 我用铅笔 因为这样的话呢 我就不会有 我剪下来之后的这个线条的部分呢 就不会看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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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还是要让它这个圆圈大一点哈 这个圆盘 一般家里面呢 你固定找一个这种盘子 每一次呢都能够大概用得上 好 我的圆已经剪好了 等两分钟 好 今天那个画面呢 我们需要画上的是三只小老虎 三只可爱的小老虎 三只可爱的小老虎 那么这三只小老虎呢 我们要把它画成三个半圆 三个半圆在我们的这个纸上 好 你先在中间哈 你可以先在中间先画上一个 一个diamond的形状 这样能够帮助你大概找到 我们三个圆的边线在中线在哪里 画一个这样的diamond 尽量让它方一点点哈 有没有看到 比较中间 我感觉好像画的还是有点往上 那差不多这样 好 下面对着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先画上一个半圆形 大一点 然后呢 右边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横过来 我们在这里呢 也要再来画上一个半圆形 好 下面这边也是一样的 画上半圆形 OK 我们大概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 有点像一个篮球 对不对 好 有点像一个篮球一样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画上耳朵 每个半圆的上方呢 画上耳朵 然后因为它挨得比较近哈 所以你尽可能的呢 把这三只小老虎的耳朵呢 给它稍微的 不要被挡住啊 不要被挡住 让它稍微分开一些 每一个的头上呢 都有一个小耳朵 把我们这个耳朵画出来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是我们要来画这个老虎的一个 它的一个面部表情的部分哈 首先 刚刚我们说了 它头上有一个什么 头上有一个王字 对不对 好 我们要在它的头上 先给它画上三横 三条横线 然后呢 还要画上一条竖线 穿过它 这是一个王字 那如果没有小朋友的last name 姓王的 那你能够写这个字 比较容易一些哈 好 贬一点点哈 把这个王字写的稍微贬一点点 好 这边也是一样的 好 这是它的花纹 好 随便停在哪一个都可以 因为我们每一个部分呢 我们都是让它三个这样循环起来画哈 三个小老虎呢 我们给它画出三种表情 好吗 给它画出三种表情 那第一个小老虎呢 我给它画的稍微凶一点哈 感觉它是一个 有一点凶的一个 正在吼叫的一个小老虎 好 画上一个圆圆的眼睛 然后呢 里面给它画上亮晶晶的眼珠 好 这边给它画上一个小鼻子 接下来这个小 这个老虎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在里面 它在大叫 对不对 好 因为这个老虎呢 它在叫 所以要把它嘴巴画张开 啊 这样在大叫的样子 对 你可以自己设计你的老虎的表情哈 其实就是眼睛跟嘴巴的形态 不一样以后呢 好 因为老虎它是野兽 对不对 猛兽 所以我们要给它画上一个虎牙 让它感觉看起来要凶一点哈 好 好啦 老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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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像大猫一样呢 我们给它画上胡须 接下来呢 你要给它的脸上 画上一些这种花纹 好 这是第一只老虎哈 给它画上花纹 它的表情 很凶的样子 接下来画第二只老虎 第二只呢 那你看 就可以画成一个笑眯眯的 对不对 感觉好像比较可爱一点点哈 一样的 我们画表情那是一样 其实就是眼睛的轮廓略有一点点不一样 眉毛呢 都画的稍微短一点点 因为这样比较能够凸显出它的这个眼睛的样式 这边也是画上一个圆圆的眼睛 好 这只老虎呢 它可以是一只正在笑的老虎 也可以是一只正在睡觉的老虎 你知道老虎一天有多少小时 有24个小时 对不对 你知道老虎要睡多少小时吗 老虎至少要睡17个小时 就特别能睡啊 好 这是一只比较安静的正在睡觉的 好 这样的表情呢 是不是感觉好像温和一些哈 脸上的花纹给它先画出来 脸上的花纹给它先画出来 妈妈 文庆你懂吗 好 麻烦你懂我 也是一样的哈 你看他们脸上的花纹 都是差不多同样的类型的 对不对 好 下一个 下一个老虎 看下一个老虎给他画一个什么样子的 有一个正在发脾气的 有一个睡觉的 我们来画一个 想想哈 在思考的老虎 好不好 他要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要怎么样来当这个百兽之王 像戴了一个眼镜一样 我们以前画过这样的眼睛 对不对 就给人感觉就是目光很凛冽 然后有一种不好惹的样子 爸爸 爸爸说你吃 好 然后呢 把他脸上的一样的哈 刚才的这个花纹 是给他画出来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三只小老虎哈 他画成一种类型的 把它设计成一种类型的呢 第一个呢 会让他看起来比较整体性哈 比较一致一些 那同时呢 也能让我们的这个 就是说你看起来有一样的部分 也有一些略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比如他的表情 我们略略有不同 对不对 好 好 那我在等同学的时候呢 我先来把他的这个花纹哈 先给他画一下 这个王字 然后他的眉毛 眼珠 这些需要涂成黑色的地方呢 我先来把它画一下 小鼻子也是画起来 有一点色彩以后 这小龙虎看起来呢 就不太一样了 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有点像 类似于那种 年画一样的 年画就是说 在以前很早以前的 在中国过年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些 把年画 就是给人看起来很喜庆 我们这个老虎呢 是走可爱路线的啊 因为马上要到虎年了 所以呢 这几个星期 我们画的呢 都是跟新年 跟中国有关的这种主题 之后的大班呢 我们要来画一个这个 要画一个这个老虎的一个 作品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会比较难画一些 但我们画的是像一种 不是这种可爱的老虎 是比较像真的老虎一样的 这一幅装饰画 所以呢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来试一下 好的 我的小老虎已经画好了 然后我们来给它画颜色 如果我们只画一种颜色呢 会显得呀 这个老虎感觉很 怎么说呢 就感觉很 很像一个假的老虎 像个玩具一样的 我们把它画的稍微呢 不一样一点 给它一点点设计 好不好 好 来 我首先呢 先来给这个老虎 先来把它的耳朵的 这个颜色来画出来 我们来先把这个 老虎的耳朵里面 给它画上一点点的粉色 你们在看动物园 我们看到老虎的时候 我们发现老虎的皮肤呢 是这种黄色的 还有少画了一点 这个装饰 脸上的这个装饰 少画了一道 它皮肤是黄色的 然后有些黑色的斑纹 还有什么颜色 其实不是只有两种颜色 还有白色 对不对 它的这个毛发部分呢 其实还有白色 所以我们在画它的这个颜色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只画两种颜色 黑黄 我们要画出什么颜色呢 我们要给它画出 还要有一点白色 这样显得这个老虎的颜色呢 就更多样性一些 嗯 好 我来先给老虎把这个露出了舌头 老虎先画一画 老虎张开嘴巴之后 有一个形容词叫什么 雪盆大口 所以呢 我们把它的舌头画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的嘴巴里面画出来 雪盆大口什么颜色 红色 好 我要选一个稍微深一点的红色哈 来把它嘴巴里面画一下 比如说为什么不用黑色画 对 以前我们有时候画嘴巴里面呢 会用黑色来画哈 让它看起来好像 里面很大 嘴巴里面很大 深 看不到 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啊 好 但这个呢 我们把它画成一个红色呢 也是不一样的一种画法 好 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老虎 老虎的皮肤的颜色 老虎的皮肤呢 你可以选择这种棕黄色 但是最好呢 先确定一下 你的棕黄色哈 它是有颜色的 不要画一半处就没有了 好 好 它的这个颜色是比较 足够你能够画完 好 我先用这一只来画 画了一半 有没有看到 我这边画了一条线哈 就是说啊 这个线的下面呢 我就把它留白了 线的下面呢 就留白了 线的上面呢 我要用黄色把它涂起来 这样我们的老虎呢 就会有两种颜色 对 不要只涂成一种颜色哈 留一部分 它的嘴巴下面的这个部分呢 是白色 就会有两种颜色哈 其实我本身画的颜色会比你们 你们在镜头里面看到的稍微深一点哈 你们那边看的是比较浅的黄色 其实呢 我是比较有一种棕黄色的感觉 但也不要画得太深了 不要把它画得太黑了 你也可以适当的把这个黄色部分呢 给它再加宽一点啊 好 这是第一个老虎 第二个也是一样的 半截脸是黄色 下半部分呢是白色 有没有? 对 有没有没没没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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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